我们中国人如此重视的元宵节 为什么却没有一个单独的假期呢 其实在古代 汉代元宵节放一天假 唐朝放三天 宋朝要放五天 而且是在宋朝民间才兴起了菜灯迷 吃元宵 明朝有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灯节 初八上灯 时期落灯 整整十个晚上 夜如白昼 男孩女孩都会戴着面具在人潮里相会 一起向孔明灯许愿 所以元宵节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情人节 到了清朝 人们甚至会把冬至元旦元宵 这三个节日的假期连在一块放 假期来整整有三十天 至于现在 为什么没有了元宵假 要追溯到民国初期 当时颁布了一套 以农历元旦为春节 端午为夏节 中秋为秋节 冬至为冬节的放假法令 刚好对一年里的春夏秋冬 元宵节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 而随后元宵节又因为离春节长假太近 还有白天不过 主要是在晚上过 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直没能进入法定假期之列 但即便如此 千百年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一如既往地珍重他 这一天 城市里璀璨的花灯会照亮你晚归的路 锅里的汤圆热闹翻滚 谈谈笑笑中 你恍惚觉得 像这样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的日子 永远不会结束 我想节日无分大小 正因为每一次相聚都来之不易 它的存在才有了意义